大家好我是瘟瘟 本部片來更新一下 迪士尼餅乾們的特別訂單相關的排名活動 活動已經是在8月7號的晚上11點已經結算了 結算的成績我這邊是拿到了26名 總共的話是228萬分左右 這個就是我目前的分數 這邊的話稍微來對一下 我先前的配料碎片跟現金的配料碎片 先前我們發了110萬分的影片 當時我的配料碎片是25489 那個是110萬分的活動積分 變成282萬分之後呢 我的配料碎片總共是來到了32607 那中間肯定會有一些誤差值 包含像日常獲得的配料碎片 或者是像活動的訂單 刷的東西就不太一樣 那也是會有誤差的 因為包含像我們的素材禮包 我還有課嘛 所以那些分數其實是蠻高的 所以這些誤差值就要稍微給各位玩家來參考 只是順便來記錄一下 我總共的配料碎片進度是到哪一邊 那麼活動的剩餘時間是還有37天 然後接著我們相關的訂單 它還是一樣 就是有生產經驗糖跟配料碎片 生產品的部分都是跟先前也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請各位真的有缺配料碎片跟經驗糖的玩家 就麻煩你務必就是這陣子還是盡量的去刷 然後包含像相關的一些 生產的店鋪 這些東西它的那個研究加速也請務必把它升好升滿 這樣子的話你的那個整個產線才會比較穩定 那我相信這些產線絕對是爆炸啦 我至少我自己是這樣子 所以拍完這部影片了之後 我應該會稍微放緩一下 就是我相關產線角角的頻率 到時候我還是會稍微臀一下 之後再來攪 因為畢竟相關的排名活動已經結束了 各位玩家就可以照你自己的步調 然後去繳交相關的清單 好啦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小小的影片 就順便來 立志一下跟各位玩家來講 就是我自己配料碎片的進度 我覺得這個還算 蠻立志的吧 至少我是活動更好更滿 然後加上素材禮包也是客好客滿 就是針對這一次訂單的活動 那最後面的話就是總共獲得了相關的配料碎片 至少也是破碗以上 就可以各位玩家來當作參考 好啦那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瓮瓮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